这个老人撕开自己手腕上的皮肤 发现自己血管竟然全部变成了毛线 他试着动了动手指 毛线也在跟着动 老人仿佛一瞬间没了力气 浑浑沉沉地靠在沙发上 一根毛线竟然从他的皮肤中探出头来 紧接着老人的头慢慢被沙发吞没 身体也瞬间被掏空 只剩衣服堆积在沙发上 一大堆毛线从衣服里钻出 像触手般攀附在沙发上 而吞没老人头颅的位置 竟然垂落下来一个白色蕾丝垫 老人完全变成了沙发的一部分 这是一间痴人的公寓 妙龄少女住进来 短短几天就会迅速衰老 然后死在这里 不是没人想过逃离 比如这个老人 他把所谓的蕾丝绑成一根绳子 顺着窗户抛出去 带着即将逃离的喜悦 冲着公寓比了个友好手势 拉着绳子开始往下爬 眼看就要落地之时 蕾丝绳突然向后猛了 逃离这里的唯一办法 就是找到下一个倒霉蛋住进来 老人幸运地等来了新族客 她叫小美 是个年轻姑娘 对这间公寓的环境很满意 低廉的房租 更是让她毫不犹豫签下合同 老人迅速背上登山包 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了这个鬼地方 小美一无所觉地收拾起了行李 可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新刷的墙壁快速腐化 新鲜的水果几秒钟就枯萎下去 公寓像是被按了时间加速器 仅仅过了一夜 小美就发现自己老了30岁 美女以低廉的价格租了个房子 一觉醒来却发现自己老了30岁 对女人来说 没有比衰老更可怕的了 她迅速找到公寓管理员 要求立即退房 可管理员却说 想要搬出去必须找到新族客 这些都是在合同里写好的 说着她递给小美一个放大镜 合同上的确有一行小字 要怪只能怪她被低假迷了眼 没有仔细看合同 小美抱着一丝幻想 也许是自己得了什么怪病 她跑去看医生 医生很疑惑 你这个年纪又这副容貌很正常啊 小美大喊 我才25岁 医生一副你是老年痴呆 我不跟你计较的表情看的 小美立即掏出身份证 打开之后就发现 身份证被黑色蕾丝 糊得死死的 根本什么都看不清 小美无计可施的回到公寓 又一夜过去 她再次老了30岁 步履蹒跚 头发花白 皱纹能夹死苍蝇 可衰老的布置外貌 她的器官也在衰竭 牙齿脱落 咳一声都吐血 很可能再睡一觉就老死过去了 她带着沾血的雷斯去找管理员 管理员无可奈何的说 你少往外跑 跑的次数越多 老得越快 想离开这就找个新租客来 因为她不喜欢孤独 这个她显然就是公寓 小美转身回到房间 管理员突然感到一丝不妙 追了上去 小美把物理泼上汽油 划开火柴就要点燃 突然她的身子顿住了 一根白线从嘴里冒了出来 这是一间会吃人的公寓 能把妙龄少女一夜变成老太婆 小美想跟她同归于尽 却突然倒在了地上 管理员拽着白线往外拉 一块白色雷斯被拽了出来 小美这才恢复了呼吸 她问管理员 如果一直没有新租客会怎么样 管理员拿出一张十几个老人的合照 告诉小美 这其实是隔壁幼儿园的合照 如果公寓吃不到人 她就会扩大吞食的范围 一人受苦总好过全员遭殃 管理员走后 小美一个人等死 可这晚的公寓发生了变化 灯光亮起 壁炉里燃起了火焰 一辆小推车送来了可口的食物 小美慢吞吞地品尝着美食 这恐怕是最后的晚餐 第三天 小美已经老得走不动路了 她发现自己的皮肤很薄 轻轻一扯就是一个洞 她感受不到疼痛 却能看到血肉变成了毛线 此时公寓里来了两个新租客 是一对恩爱的情侣 他们看完房子后很满意 就在签合同时 小美一杯咖啡泼了上去 她发了疯似的驱赶两人 牺牲的人已经够多了 她不仍看着鲜活的生命消失 她愿意成为公寓的陪葬品 只求能终结这一切 小美靠在沙发上安心等死 她的头颅被沙发吞没 身体被快速抽空 钻出的毛线与沙发渐渐融合 小美彻底成了沙发的一部分 白色的蕾丝垫垂落 那原本是小美头颅的位置 旁边还有两张一模一样的蕾丝垫 显然之前有人尝试过这个方法 但吃人公寓依旧在吃人 下一个替死鬼正在赶来